宣布从6月15号临时 也就是明天开始入境居家检疫的天数 是放宽为3加4 人数的总量管制是以每周2.5万人次为原则 不过后4天是快筛阴性才可以出门 包括上班开会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防疫旅馆业者就表示 管理上面很麻烦 可能会造成防疫破口 尤其边境已经拦截到了BA.4 BA.5的变异株 人家认为预计在台湾年底 可能就会再次的爆发一波疫情 指挥中心的罗一军也承认 在几个月的时间就会有下一波疫情 针对旅客进行分流 桃园机场入境大厅进行演练 15号起中要开放所有旅客入境 才3加4检疫 前三天禁止外出在机场完成PCR 另外提供两剂快筛 也开放亲友及机关团体 可以到机场接送 后4天则需要有两日内快筛阴性 原则上都要在同一个地点检疫 若要更换住处必须要提出相关申请 且符合一人一户才行 但这4天没有限制进出 防疫旅馆业者忧心 恐会出现防疫破口 拿便当的时候都会有风险 那更何况现在又可以出来走到走动 那他的进出时间 有没有限制出入太频繁 其实这个对我们防疫旅馆来讲 是增加负担 后面的4天自主防疫 卑鄙要不得外出的一个状况 而不是让他可以出去参加活动等等 台平市公布北市版的居家检疫指引 前三天若订防疫旅馆 后4天可以返家自主防疫 但若住在防疫旅馆 这4天可以外出 但不可以在外过夜 不过机场已经出现 BA.4 BA.5的便宜株 传播力比BA.1 BA.2 高出20%到30% 两款BA.1株是否可能 藉由3加4的后4天 进入台湾社区 年底疫情再起的几率 其实是蛮高的 因为之前打了3剂疫苗 到了再过3个月以后 大概就开始不可靠了 那3个月以后 大概就到9月10月了 天气也冷下来 如果家已经开始在升温的话 我们大概就跑不掉 专家施信如认为 预计台湾年底可能再爆发一波疫情 医师呼吁应该让防疫旅馆人员 尽快接种第4剂 否则边境被突破 秋冬恐怕会再爆发一波大流行 接着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